黑衣的奧科州北記 今場擊敗嘉義就可以鎖定出線席位 當位主力適數上陣 鄭家俊妙傳比梁家恆起腳 滿張諾永浩擋到都沒用 上半場34分鐘 奧科州北記領先1比0 嘉義想要晉級飛勝不可 不過主力龔正浩和劉柏堅都沒上陣 伊賓拿侵犯何子豐 求證判罰12碼 極營由隊長迪亞高處理 雙隔3分鐘奧科州北記拉大優勢到2球 5落後的嘉義都有反擊機會 不過蘇卓謙的射門過不了門將蘇令芳 換邊後兩隊握有攻守 梁家恆差點可以沒開二道 只是射門儲便出界 賽事尾段後被入體的何文浩侵犯對手 被球證直接紅牌趕離場 雖然奧科州北記打少過5 但都能夠維持領先優勢 以2比0擊敗嘉義 排在A組首位 兼提前一輪鎖定晉級資格 至於同組淺色3的青鋒 原本可以在這一輪 和奧科州北記攜手提前出線鋸 面對聯絡 朗尼尼在6分鐘為青鋒打開紀錄 之後開始下雨 楊力行在原上半場前為青鋒擴大比數 雨勢越落越大 球證在上半場結束之後檢查場地 法國積水嚴重 最後腰斬賽事需要擇日重賽 澳廣市記者 陳沛發報導 左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左邊 右邊 右邊